今天的故事 上个礼拜我在分享 那个崔登婆婆的时候 我就有讲到 我在南部演习的时候 曾经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在台湾的最南头 台湾的最南边最南 国境之南 有个地方叫水底寮 我在那个地方发生了 很不可思议的事 后面这个照片 就是当年在那边演习 你看年不年轻 那是我当连长的时候 我当连长的时候 那一年应该是25岁吧 差不多应该25岁左右 当连长刚刚升上位 好 那我就来讲今天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的主题是什么呢 来咯 水底寮撞鬼 这是一件非常诡异的事件 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故事 故事开始咯 近期最近开始 国军在做了一系列的演习 有包含了教招 包含了因应两岸的局势 还有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局势 所以国军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有很多的军车都在外面跑来跑去 还有的军车说是跟名车相撞 富豪的汽车 Volovo的汽车撞到了云豹甲车 这都很多很多 就表示国军其实演训是相当频繁的 那么其实不是现在演训频繁 在我们那个年代就非常的频繁 就在我这么年轻的时候 就在我这么年轻的时候 25岁左右 应该是民国的80 82-3年吧 我在当连长的时候 几乎每天都在演习 不是战备训练乐 就是什么军团测考 要不然就是基地前的三个礼拜 要不然就是下基地的营对抗 再不然就是有一个叫做 装甲战车营的指挥所演习 叫做捷报演习 试对抗 吕对抗太多了 以前我记得当连长的时候 能够安稳的睡在我连长室的时间 一年绝对不超过三个月 绝对不会有三个月是睡在连长室 几乎都在外面演习在外面跑 那么其实演习 我是蛮喜欢演习的 因为我演习的时候 因为反正都要演习了 也不能说今天就不用演习 可以躲掉 演习是躲不掉的 因为这个演习是军人的本物 不可能躲掉演习 所以我都会跟我的弟兄讲说 演习啊 换个心态来想 你会很快乐 什么心态呢 就把演习当成 国家帮你出钱 国家帮你出钱 帮你出汽油钱 而且会非常非常的愉快 我都用这种方式来鼓励我的弟兄 因为反正你也要演习嘛 你也要参演嘛 你非常心不甘情不愿 非常不爽的态度也是参演 那你换个心情 用旅行的态度去玩 也是参演 况且在外面演习有一个好处 不用受到总部 国防部 跟这个军团的督导 无忧无虑的 就是说句实话 我当连长带一个连出去 去演习 就是除了营长以外 我最大 我只要把连队管理好 弟兄管理好 这将近六七十个人 都是由我来带领 多愉快 那么石兵演习是如此 那我们在外面实施演习 陆军把当时演习分为几种 第一种叫做石兵实装 就是我全连都出去 所有战车 甲车 卡车 全部都带出去 弹药都带出去 这叫石兵实装 这种演习 说句实话 最累 因为风险最高 另外一种叫做石兵减装 也就是说我连指挥所出去 然后各排带一台排长车出去 就这样子 石兵减装 还有一种最爽 叫做指挥所演习 部队留在驻地 由副连长来带领 然后我跟辅导长加上一个传令 就一台车 一台这种 就我后面这种 这种小击捕车 这种四分之一梯的击捕车 就带着辅导长 传令加我就三个人 就代表一个连 然后到南部去 演习十几天 哇 我最喜欢这种演习 我最喜欢这种演习 因为第一个 抛开连队的杂物 然后可以按照 固安作战计划 或者是我们 对抗演习计划里面的 这个点来做验证 那这种演习呢 还有分两种 一种是计划统裁 就是没有敌军的 就是你一个人 你一个单位 就去演习 敌军 裁判官 上级裁判官 友军 也是裁判官 这种计划演习最累 因为这个裁判官 每天订你订到满头包 烦都烦死了 那这种计划演习 说句实话 我不喜欢 最喜欢的是 只会所演习 再加上呢 自由统裁 就是随便 一个红军 一个蓝军 蓝军 由北向南 红军 由南向北 哇 这种演技最爽 那裁判官 原则上都不会跟着你 裁判官只会在定点 这时候出现 就是你要跟 对方遭遇了 他才会出现 平常的时候 裁判官不会出现 也不会管你 那你一个连长 带着一台车 带着副老长 带着这个传令 就是整个南台湾 随你玩 整个南台湾随你玩 只要不出车祸 只要营长呼叫你 无线电手 呼得到 说句实话 这十几天 等同出去度假 我最喜欢就是 自由统裁 然后 只会所演习 这种演习 真的出去 就是穿着草绿服 带着枪 开着军车 出去玩十天 这种演习 我觉得 最舒服最快乐 那么这次 就是发生在 我最喜欢 觉得最快乐的 这种演习 叫做 叫做捷报演习 什么叫捷报 迅速敏捷的捷 这个龙 这个龙蛇虎豹的豹 捷报演习 捷报演习 就是在一个战车营 捷训前 由营指挥所 带着各连连长的 连指挥车 到南部去演习 然后南部的 捷训的这个营 到北部来 然后南部的部队 由北往南 我们北部的部队 到了南部之后 由南往北 这样子来遭遇 然后两个营 要完全的磨练到 攻击 防御 遭遇战 追击跟转进 就是要 在这十天之内 要完成这些课程 那但是呢 这都是营长战术作为 我们各连连长 说句实话 第一军 红军的连长 跟我们蓝军的连长 都是学长学弟 大家都很熟 那虽然当时没有行动电话 当年那个是没有行动电话的年代 可是呢 我们都会自己带一只火腿竹 火腿竹就是自视通信器材之外 自己还会带一个民用的那种 火腿竹的通信器材 我们跟对方啊 对抗的军 我们都有通的 所以都平常都是 巧好的 你要去哪里 速营过夜 等到明天你转进了 或是明天你换地方了 我再去你那边 反正就是 协调一次 两个单位都能用 这是最方便的事 可是后来因为这次的演习 被裁判官 就是 有裁判官截获了我们红蓝两军 之间的连长居然有这种互通有无的谍报战 被裁判官逮到了 所以把我们的民用通信机全部没收 一律都要使用攻发军用的 AMVRC46跟47这种通信机 车装的通信机 所有民用的通信机都不能使用 所以我们就傻眼了 投机取巧的模式都没了 只有一切回归正式的演习作战 那现在开始这个演习介绍完了 我正正式进入主题 这就要从我们北部 我们北部的部队 从湖口上铁皮 一路要往 屏东的仿寮车站 这个机动说起 那其实 坐火车铁皮 只要我们就那么一步 就那么一步击补车嘛 所以我们把轮车捆绑好固定好之后 我们跟副导长还有我的传令 我们就在车厢里面休息 准备跟着火车晃到屏东仿寮 那么这一坐可能要坐七八个小时 反正就休息 军人就是有空就休息 因为下一次能睡觉的时候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所以我们就在车上打盹 转眼 七个多小时就过去了 我们到了屏东的仿寮车站 那很快 营部的车子很多 营部连辆很累 它可能 这个加起来可能有十几二十部车子 包含指挥所 油料车 油罐车 催事车等等很多 那么我们一般的战斗连 战车连很轻松 一部车 就那么一部 就那么一部 这个击补车 我们把这个铁皮松绑之后 我们就下车了 下车之后 营长就说 现在时间 是晚上七点钟 明天早上 我们在 屏东 某某庙 我们开第一次的作战会议 那我们各连长就 刷就散了 各自到各自找到的树营地点 去过夜去了 那么 呃 在野营这段时间 野外露营 这个其实野外露营 国军有很多的规定 呃 野外的露营有几个规定 第一个 演习期间 不可以向民间 奢欠财物 更不准 随意的投诉民家 就是为了防止扰民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呃 国军有 爱民十大纪律 大家可以试着看看 还记不记得 爱民十大纪律有分 88年以前 旧版的爱民十大纪律 我先把旧版的爱民十大纪律 跟大家讲一讲 看大家记不记得 第一个 素营挖厕所 第二 洗澡 闭女人 第三 待人要和气 第四 故宫先付钱 第五 损害要赔偿 第六 买物不舍欠 第七 借助民房先商量 第八 临走扫地物还原 第九 爱护庄家树木 第十 不拿一针一物 这是民国88年以前 旧版的爱民十大纪律 哎对 那时候我们演习 就是按照旧版 就是按照旧版的爱民十大纪律 那么 后来88年以后又有新版 我也把新版跟大家念一下好了 新版的爱民十大纪律 第一个 待人要牵合 第二 行车要礼让 第三 素营要安静 不用挖厕所了 素营要安静 第四 环保要重视 开始有环保概念了 第五 损坏要赔偿 第六 农作要爱护 第七 民俗要尊重 所以我们会帮人家抬轿 帮人家采买洋葱 第八 购物要复现 第九 住民要热心 第十 急难要救助 好 这是新旧版的爱民十大纪律 跟大家说明了 我们是按照旧的 所以我们必须第一个 不可以随便去扰民 洗澡要避开女人 素营还要挖厕所 然后不可以破坏树木 也不可以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 好 这就是当时我们演习的教师令 爱民十大纪律 那么我们从访调车站 下完火车铁皮之后 我们就一个晚上就找到了地方睡 那第一个晚上因为很 很非常非常紧急嘛 到了那边都已经晚上七点了 那我就随便在屏东找了一间 屏东很多土地公庙 我就随便找了一间土地公庙前面的空地 就在空地那个地方 把车子停好 然后晚上反正土地公庙有庙公 我跟庙公讲一下 庙公说阿兵哥随便了 你们就在这边反正注意安全就好了 没什么 我有什么安全 阿兵哥还有什么好怕的 晚上自己把自己的枪爆的睡就对了 只要枪不掉 原来是他没问题 我们就在土地公庙前面 搭了帐篷 那个传令 把枪交给我 传令睡车上 那我跟佛老长 我们就睡在帐篷里面 就这样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四点钟 我们就起床了 起床了后就到了 这个银长指定的地点 来开第一次的作战会议 那到处到了开会的时候 旁边的学长 我是最菜的连长 旁边几个连长就说 诶那个 学弟啊 你身上怎么那么臭啊 我学长废话 出来演习都没洗澡 当然臭啊 一个晚上呢 都是汗啊 南部有这么热 当然臭啊 然后这个学长就笑我们说 哎呀 菜鸟 你果然是演习菜鸟 你当连长是不是第一次演习 我说对对对 我第一次参加捷报演习 他说哎呀 菜鸟 我都打过三次捷报了 捷报演习 不用那么认真啊 老弟啊 捷报演习啊 除了迎不连累一点以外 我们站联就是各显神通 那你不要把你的佛老长累死了 不要把他抄死了 不要把你的传令兵抄死了 人家每天要开车 让传令兵要睡饱 因为传令兵白天要负责开车 然后呢 连长跟佛老长 原则上 有水就洗澡啊 不用那么精实嘛 我说学长那那那那可以这样吗 他说哎呀南部啊 有很多台唐台凤的修根农场 原则上里面啊 都有水可以借来洗澡 那这里面也比较安全啊 你也不用睡在路边的土地公庙 多可怜啊 那个车子来来往往的 而且也不太安全 到农场里面比较封闭 然后也不动也不太容易发生意外事件 找个农场那么多 地图摊开就可以找啦 我想一想 哎果然是老鸟 果然是老鸟 那第一天晚上 连营长的开完作战会议之后 我们就反正按照时间 按照准时的地点 到达了坐标地点之后就停住 然后就用无线电跟连长回报 就按照连长跟我们要求的事项 回报有多少车辆 有多少状况 敌情的状况如何 以利这个连长 他营长实施这个兵器的推演 跟这个士兵的验证 那我们战车的连长反正战车没出来 我们轻松的很 就到处跑到处玩 一边在这边呼叫 我们就坐在车子里面 说句实话 毫不潇洒 好愉快 很快的到了下午了 到了下午四点多 我就开始说 那个佛号长把地图摊开 开始找附近 有没有农场 有农场 有农场我们就睡农场 不要再跟第一个晚上一样 跟傻瓜一样 睡在这个 睡在这个土地公庙旁边 跟笨蛋一样 这佛号就看看 爆料这附近有个农场 我说爆坐标 把坐标爆出来 我就把用一个针插上去 好我们今晚就这边过夜 然后那个年代没有导航 对不起 现在要找很简单 现在要找地方 导航打开 按照导航去就可以了 那个年代 没有导航 我们要把地图放到地上 指北针归正 然后找到道路 按照道路地图上的指示 去找这个农场 说句实话 那个没有导航的年代 那个没有导航的年代 用军用地图去找坐标 找位置 还真不好找 我们从下午4点多 一直绕路 找到一条 哎呀 这个地图是旧版的 变死路了 再绕出来 光是在原地 找个这间农场 找这个台风的农场 至少找了一个半小时 开车 开车 找了一个半小时 终于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农场前面有一个 简单的竹竿座的巨马 那我就下车 我就下车进去问 我说有没有人在啊 我说我是这个 北部的部队的部队长 请问可不跟你借数一宿啊 哎 里面农场看起来是没有人回复 我们心想 大概农场的管理员下班了 我就把这个巨马拉开 我就跟船迪说 走开进去 好 那我们就开进去呢 这整片都是荒废的 看起来像荒废 因为凤梨员好像没人在管 草长的好长 都是凤梨 看得出来是凤梨 也没人理我 我们就开进去了 那进去之后就找到了 这个一个凤梨 他们集散的一个 一个棚架 一个空的一个棚架 下面也没凤梨了 就是几个篮子放那边 我们就心想 好吧 今晚就在这边过夜了 就在这棚架里面过夜 然后到处打算找水 我心想来农场 主要就要洗澡啊 没有水不洗澡 进农场干什么 我就说哎 传令 去找水 我就给他一个水桶 你去打水回来 然后我们自己带的干面条 还有罐头 我就拿出了这个快速炉 棒棒炉啊 就在这个空地 准备生火煮面池 然后我说法长 赶快去用那个无线电机 跟银部回报一下坐标 确定要通联的到 否则明天早上银部叫不到我们失联的麻烦 这方就爆两没问题 就去 动动动动动动 我是动两回答 叫了几声就回答了 我们把坐标报给他 这个银部就说 呃动动两保持静听 平有状况立刻回报 没状况保持静听 动两了解 就这样结束 那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无线电机开到最大声 然后就放那边 但是我们的银部车呢 不可以一直这样开的 会没电 所以我交代了传令说 每隔两个小时 要去发一次车 不然无线电机会把电瓶耗完 好那传令也非常的静止 就这样做 没多久传令就提了一桶水回来了 我说传令水回来了 提回来了 我说你真的找到水了 爆量不远啊 就在离这边大概50公尺 五六十公尺的地方 有一间房子 里面有水 我说你有没有跟人家打个商量啊 说这个要跟你借水 他说我叫啦 没人啊 没有人啊 我就直接在那个水龙头那边接水了 接了一桶水 那我就把这个水拿来煮面啊 大家就用面条啊 煮这个牛肉罐头 我们就吃了牛肉面 吃完之后 把碗盘洗干净 准备要休息了 我说那边有水 有没有地方洗澡啊 那传令说 爆量有 他有二楼 我给我去二楼看 二楼有一间浴室 可以去洗澡 然后说好走 我说我们三个人就 一起去洗澡吧 那我说车子无线电机 不能不管啊 我说传令叫好了 把车子开过去 把车子开过去 开到这个 这个 那个房子的旁边 然后传令就把车子 小吉普车嘛 就开过去了 开过去之后呢 我就进去 然后进去 先敲门 有没有人在 没有人在 当然没有人在 那我正打算进去的时候 我后面有一个声音 我后面有声音 他说 阿兵哥 你们要干嘛 阿兵哥你们要干嘛 我看一看 我说 我说不好意思 我说刚才没有看到你 我刚才没有看到你 我们是北部过来演习的阿兵哥啦 那我们今天晚上在这边 借树一宿 明天一早就走 明天一早就走 跟你借个地方 过夜 有多打扰 请多包涵 这个老先生也挺和气的 他说 哎 没关系啦 没关系啦 这台凤嘛 公家的地 你们尽管用 你们尽管用 这间房子 这个一楼 有地方可以睡觉 二楼有个浴室 但是呢 不要睡二楼啦 睡一楼 一楼有电 二楼没有电 你就睡一楼就好了 那我等一下巡逻玩 巡场玩 我就回家了 那长官你们就自变了 你们就自己 你们就自己自己用了 反正这里都是 公家的地 自己用 那我就心想 我说老先生谢谢 谢谢 他头也不回就走了 这个老先生就走了 我心想 哎呀 这公务员还真爽 这个晚上八点八九点 就可以回家睡觉 真爽 那就走了 那反正我们不管他 我们反正也抱贝过 也讲过了 这个管理员也很和气 那我就说来来 我说你们先来一楼 我先到二楼洗澡 那船链跟这个佛老长呢 就在一楼等着嘛 就在一楼等着 那我就拿着脸盆啊 穿个拖鞋 就到二楼去洗澡 好 那个虽然没有热水了 那不可能有热水 没有热水 可是在屏东呢 那个白天的太阳 把那个楼上的水塔 晒的都跟热水一样 那个水冲下来 一点都不冷 就几乎就是热水 然后我就那边洗澡 洗得震爽 哇 两三天没有洗澡 终于有水洗澡了 赶快把头洗干净 那演习的时候 头也不用吹 南部把手拍一拍 头就干了 然后就开始洗头 洗得很开心很舒服 然后呢 我就突然间觉得 门外有人在走动 那个走路 那个鞋子就拖啊拖啊 这种声音 我心想传令吗 我就传令 我说传令啊 等一下了 不急不急 马上我就洗完 该你洗了 然后突然间门口 又有发生人走路的声音 而且好像在拖着一个东西走 好像是在推沙发 就在二楼推沙发 这种感觉在推 然后我就说 哎 我说谁在推沙发 我传令 不要吵啊 在人家家地 在人家的地方 不要这么吵 哎 那突然间就外面一个声音传进来 他说 哎 阿兵哥有看到我儿子吗 我心里想 啊 我是个老伯吗 应该是个老伯伯 那个老伯伯 我说 哎 我说 我说老伯啊 我说你还没有回去啊 我说我们刚才上来洗澡 我没有看到你儿子 我没有看到你儿子 不好意思 你儿子长什么样 我再帮你去找好了 我说 哎 好不好 好不好 没有 没有回我话 不理我 完全没有理我 我心里想 真的没礼貌 问我半天 我回你话 你又不理我 那我就不管他了 我就洗完澡就开始出来 我出来把门一打开 呦 发现 靠近墙壁旁边 多了一张双人沙发 我上来的时候没有看到 我上来的时候没有看到 等我洗完澡出来 看外面多了一张双人沙发 我心里想 这老伯也太贴心了吧 还搬了沙发给我们睡 不过我心里想 二楼又没电 黑蒙蒙的 睡起来毛毛的 我就没有多想 我就手刃筒照一照那个沙发 我就下楼了 我就下楼了 因为二楼真的是空荡荡又没电 睡在这边还蛮可怕的 我就到一楼去了 下楼之后我就说 该你们洗了 我说谁先洗 Paul也说按阶级 我先洗 传你最后洗 佛号长上楼 没多久 大概三分钟左右 就洗完就下来了 我说Paul也洗这么快 佛号长你洗这么快 排长说 佛号长就讲 船令真是没礼貌 佛号长在洗澡 在门口一直吹吹吹 不知道吹什么 走来走去的 真是的 没礼貌 我洗个澡在旁边 外面走来走去 吹我洗 好了好了 洗好了 船令干净洗 干净洗 佛号长气呼呼的 到门口去抽烟去了 我跟船令两个人傻眼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船令 一直在一楼聊天 我们就坐在一楼聊天 根本没有人上二楼 可是佛号长说 好了 你把我吹我洗完了 你去洗了 这样可以了吧 领长给你撑腰 你了不起 我就觉得船令说 船令指自己 我我我 我说好 没事没事 练习可能太累了 不要管佛号长 你去洗澡吧 你去洗澡了 我说我跟佛号长 哎呀不是啦 我说我刚刚洗澡的时候 那个牧场的管理员 这个农场的管理员 那个老婆 也来这边走来走去 那是那个老婆 不是船令 可是我有问他 可是我有问他 我说你走来走去 烦不烦 你是谁 我传令 我听到是船令的声音 我说应该不会吧 我说好了没事 传令赶紧洗澡了 赶紧洗澡了 哇这个事情 这个浴室 二楼 我听到是老婆婆的 那个老管理员的声音 佛号长听到 是传令的声音 但是呢 我们当然没有跟传令讲 因为跟传令讲 他就不敢洗澡 我就说传令这样好了 你的车子我帮你开了 你去二楼洗澡 赶快去洗吧 洗完就下来了 然后早点休息 你明天要开一天的车 这个不要太累了 到楼上去洗澡 这传令很高兴啊 哇演习可以洗澡啊 爆料谢谢 那你帮我看一下车 还有车上的那个 那个步枪 你也帮忙看一下 两只步枪 一只佛号长的 一只传令的 我是带 我是带四五手枪 我说好了好了 去洗去洗 我在车上帮你看着 我就到门口坐在那个车上 佛号长就坐在这个 这个驾驶座 我就跟佛号里面聊聊天啊 那传令最后洗澡了啊 洗了半天 我说奇怪 佛号长是洗三分钟 这个传令啊 怎么洗这么久没下来 洗了快一小时了 我跟佛号长在那边聊天 聊到都 都有点累了 我说哎佛号长 那传令怎么 干嘛洗贵妃玉啊 佛号还在生气 我在洗三分钟 他就吹一吹一吹 现在这个 这个阿兵哥上去 洗了一个小时还不下来 是洗贵妃玉啊 我说走走 我上去看他怎么回事 那就一人背着一把枪嘛 把车放在楼下 我们就上楼 就上楼 哎奇怪 没有声音 楼上没有洗澡 哗啦哗啦的流水声 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说哎 这过来了 对不对 洗澡怎么没声音啊 因为黑蒙蒙的嘛 我们就把这个手电筒打开 就照了一下 一照 哇不得了 不得了 这传令呢 踩着这个沙发的椅背 要往那个气窗 要爬出气窗 我说这是二楼 爬出去不是摔死啊 不摔下去 摔不死也摔断 摔断腿啊 我和服务长赶快伸手走过去 一个抓他脚 一个抓他手 把传令抓住 哎 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哦 这个这个传令 吓着哦 眼睛都红了 一直在讲 不要拉我 不要拉我 我说不要拉你 不要拉你就摔下去了 我们两个硬 连拉带扯 把传令 从这个沙发椅背上扯 扯下来 哦 扯下来之后 硬把他拖到一楼去 哦 然后这个传令到了一楼 气呼呼的说 抱抱抱 你不要骂我 我说我干嘛要骂你啊 我干嘛骂你 我说你刚在干嘛 我我我我 我半天我不出来 我说不管不管 我说怪怪的哦 来的我们说走 我们离开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怪怪的哦 这个不太对劲 我说传令走开车 我说这样好了 传令我看到全身下的发抖 我说我来开 我来开 我的机骨车 怎么样都发不起来 我的机骨车 怎么样都发不起来 哦 那扶宝长说 我爆料你会不会开军车 我说我有军车驾照 我怎么不会开 哦 那传令说我 啊还是我来发好了 传令就过来一发 也发不起来 也是发不起来 怎么办 我们三个人 传令在车上 我跟房子在后面推车了 把车子赶快推 推离这个房子 推的远一点 推到这个 离房子50公尺远 外面的那个棚子 哦 把天的朋友说 哎 我说这个房子还是蛮邪门的 蛮邪门的 我说还是不要在那里好了 哦 然后我就说 趁着我们的 电瓶还有一点电 赶快跟 营部呼救 哦 告诉他我们的车子发不起来了 明天早上 天一亮赶快派保修组来帮我们修车 不然我们走不了了 我就马上呼叫 东东东东 我是洞梁回答 洞洞回答你 我说我们 车子有点状况 可不可以请营部 明天早上派保修组 来这里帮我们 做一个紧急的这个发动 我们车发不起来 可能没电了 这个洞洞讲 洞洞OKOK 明天早上四点钟 再来通联 我们会来帮你修 今晚保持静听 我心想完蛋了 保持静听一个晚上 车子一定没电的 可是你又不能把无线电关掉 一定要保持手机 我就开着 那我就心想看样子 今晚飞在这边过意也不可 这个 扶导长心想 抱抱连长怪怪的 那船里也吓得一直发抖 我都怕什么 我们三个人 我们还有枪 我们是军人 怕什么 我对不对 虽然没有实弹 我们都有带空炮弹 我说真的遇到什么妖魔鬼怪 我们就开枪 什么好怕的 有枪怕什么 那这样子一讲 他们也壮胆了 我说来来来 我们一起去找点柴火 在中间这块棚子里面 至少把火点着 把火点 柴火点着 这个游火 至少这些妖魔鬼怪 这个野兽不会接近我们 那我们就三个人轮流 两个人在车上睡 一个人在这边生火 轮流 守夜 那到天亮 我们总可以睡个觉 我说这样好了 我说传令 你先睡 你先睡 你是这个 明天要开车 你先睡 所以我跟佛王先来守夜 我们在空地这边把这个 旁边就一堆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有一堆柴火就放在这个棚子旁边 我们就抱了一堆过来 在这边烧 在那边烧柴火 一边烧 一边等天亮 我就跟佛王聊天 聊着聊着 传令 突然就传他下来 他说我睡不着啦 我说你为什么睡不着 他说刚才遇到怪事 现在心里还毛毛的 他说包里昂 我们今晚不要睡了 我们就围着柴火聊聊天 累的就休息一下好了 我就说好吧 好吧 我说那我们就不要睡了 我们就在这边围着柴火聊天吧 那这我就跟他讲 我说 我说其实 刚才可能大家都看到怪事 我说我先讲 我看到什么事 我说我在洗澡洗到一半 就听到外面那个管理员的 那个老波波就问我说 哎 你有没有看到我儿子啊 有没有看到我儿子啊 我就跟他讲 我说没有啊 没有啊 然后他就不理我 我就走了 然后就听到拖沙发的声音 出来就看到一个沙发放那边 那这个排长 排长说 我听到的不是老贝贝的声音 他说我 这个这个佛号长 佛号长说我上去 一进去洗澡 洗不到30秒 就听到有人在敲窗户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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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心里想敲什么敲啊 我想说窗户外面是二楼 是鸟还是什么 还是松鼠在敲 我就就 把他赶一下 去离开离开 然后没有多久 就开始敲门 咔咔咔咔 开始敲门 我是船令啊 你洗快一点啊 洗快一点啊 我就很我就很火啊 我说在吹什么吹啊 我才洗三分钟 你来吹什么吹 那船令就没声音了 我就超级不爽 我就心里想 是不是连长要找我 我就赶快洗赶快洗 然后就下来了 我说那船令 到底你看到什么 船令说 其实我洗澡的时候 都没有什么事 我洗澡全程都没有什么事 那个水温温的 蛮舒服的 他等到我洗完澡 把门推开以后 就看到门口一个沙发 我说对对对 那个应该是个老婆 推过来的 他说我看到这个沙发 我就心里想 哇开了一天的车 好累哦 坐在沙发上 休息一下好了 我就往沙发上一坐 坐的 坐了没多久 我就打短就睡着了 好然后连长 你知道没有多久 你就上楼来了 你就上楼来了 随后你就坐在我旁边 就坐在我的旁边 那我心里想 一张沙发 双人沙发吗 坐两个人不会怎样 他突然间 连长你平常人很好的 你平常对我们都蛮好的 你突然就对着我破口大骂 骂得很凶啊 对不对 就说没大没小 跟我坐一个沙发 你搞清楚没有 他说你骂得就很凶 破口大骂 连三只精都飙出来了 那我心里想 连长中邪了吗 怎么突然变这么凶 那这时候我就心里想 抱怜 那我走就是了 你也不准我走 噼里啪啦一顿乱骂 然后拉着我说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这种烂兵 我就逼了你 你居然把手枪 四五重要拿出来 还上堂 我吓得赶快要从窗户逃走 我心里想 被连长打死 划不来啊 我赶快要从窗户爬走 到我爬到一半 就看到你跟福岛长 一个拉我的脚 一个拉我的手 我心里想 不准我逃啊 被你们硬扯扯下来 然后你们叫我不要跳 他说这道 我搞迷糊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我不可能 要拿枪打你 他说爆料 对啊 你平常对我也很好啊 你不可能抓狂啊 那福岛说 你有神经病啊 我跟连长 一直在一楼的车子上坐的 一直在车子上坐的 车子还有枪啊 我们帮你开着枪啊 等到听到楼上没声音 你好久没下来 我们冲上去 就看到你要从窗户爬出去 要不是我跟人家两个抓的 你的手 你就跳下去摔死 我跟你讲 这个传令说 啊 这样子吗 他到底哪个是真的 这传令就说哪个真的 我说 算了 我说可能我们三个人都看到了不同的东西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这个心中有正气 没有害过人 我们就在这里过夜 反正在地的牛鬼蛇神 我们跟你借树一个晚上 我们不会跟你交恶 也不会跟你起任何的冲突 你就让我们在这边过夜吧 然后这个传令就一边拿着柴火 再往里面添柴火 添柴火 突然间我看到这传令上 我说 那个不要烧 传令说为什么柴火 我说拿过来 用火光一看 不得了啦 不得了啦 这不是柴火 这个不是柴火 大家都以为是柴火 我一看 那个不是柴火 那个传令 传令拿过来 那是一个 木头雕的一个牌位 木头雕的一个神位 一个灵位 上面还写的某某某之灵位 传令吓一大跳 我说哎呦 我怎么会拿这个 我心想说 现在一看 四点半 四点半 那个 无限电机 在里面 沙沙沙叫了一个晚上 突然间那个萤幕呼叫 咚咚咚咚咚 测试测试 我说栋梁测试 好 他出发时间改成早上的七点钟 赶紧检查车辆 我就说 咚咚 我是栋梁要求保修 我的车子发不起来 没有电了 我心中想这不是演习了 我说这不是演习 我车子真的没电了 然后洞洞就哎 沙沙沙 因为没有电了 车子没有电了 整个车子就发不起来 连通信机都没有声音了 那我心想怎么办呢 4点多了 7点钟要出发 剩时间剩这么短 我总不能车子发不起来吧 要不然就是等到天亮 因为击鼓车是首排的 到时候我跟福豪厂推车 传逆在车上 这个首排的车 推还是可以发 大家知道 手排的车子如果没有电的话 后面两个人推车 推推推 是可以发起来的 我说好 那就等到天再亮一点 我们有推发好了 那我就想一想 传逆 这个墓碑 这个神位 绝对不是该在这里 我说这样好 天也有点亮了 4点半天有点亮了 我说我们回小房子去 我们回小房子 传逆说爆料不要了 说一起去 三个人一起去 传逆就捧了这个牌位 我们就到二楼去 我们发现 因为昨天天色已晚 黑黑的 天色蛮黑的 看不清楚 到这个早上一看 天已经蒙蒙亮了 在浴室的旁边 还有一间小房间 小房间里面 那个门是微微的开着 微微的开着 我们一开门进去 二楼没有电 只有那间小房间有电 那间小房间呢 一个神桌 上面摆着两个 两个这个 这个祖宗牌位 两个牌位 那两个牌位距离的非常远 然后呢中间呢 少了一个牌位 因为地上有一个灰尘 看到那个空的 我心想该不会就是这个牌位吧 就这个牌位吧 我就跟传逆说 这个牌位应该在这里 把它放上去 这时候 传逆就把这个牌位放回去 那我们就做了个一 没有带箱嘛 做个一拜拜 就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 这个出道贵宝地啊 晚上打扰到你了 这个帮你物归原主 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们了 不要再为难我们 就双手核实 大家说打扰打扰了 那我们就装作不害怕 从容不迫的这个 走下了这个楼梯 走下这个楼梯 然后到了这个吉普车旁边 心里想好吧 我就说我们用推车的 总得七点钟 要跟上营部的活动 这个连长跟辅导长在后面推 传逆在前面发车 传逆一发我刚还没推 一发砰车就发起来了 我说哎 昨天发了一个晚上发不起来 今天就正式发动了 一发动车子一发动就有电 我赶快把通信机打开 动动动动 动两回答车子正常发动 车子正常发动 然后这个营部就动动明白 准时出发 我们就 七点钟一到 我们根本没有七点 我们六点半就离开这个农场了 就离开这个凤梨农场了 我们就出发跟上营部的部队 然后碰到了隔壁的连长 我就说 我昨天睡的那个农场里面怪怪的 他说你睡哪个农场 我说就水底聊旁边台风的农场 他说哎呀 冰狗你中奖了 那个农场不能睡 我说为什么不能睡 不是你叫我睡农场的吗 他说那个农场 前几年我们来演习 我睡过 二年也睡过 睡过里面的人都会遇到个老伯伯 会整你啊 你们有没有遇到 哇塞我汗汗流夹背 我说学长 这不早讲 你怎么不早讲 我说当然也遇到了 他说他有怎么样 我就把全部 包含墓碑 我把那个 我把那个木头的神位 捡到了放回去的事情 全部讲完一遍 他说哇塞 你还有胆去找啊 我们遇到连夜就跑了 我说车子发动不了啊 他说发动不了 人先跑啊 车子先丢到那边 明天再来啊 我说没有啊 我们就守在车子那边 万一车子被推走 我怎么办判军阀 所以我就找到那个 木头的那个神位 把他放回去了 他说哎呀 你还是有 你还是有种啊 你还是有种啊 我们当 我们去年就已经落跑了 我说学长 就是你们去年没有解决好 所以每个人去都会倒霉 他说我说我现在把他解决完了 以后的人经过那个 水底调这个农场 应该没事了 所以后来 一直到演习结束 十天演习结束 我的车子也没有泡沫 我的车子也没有出任何的事故 全程平平安安安 连车子的轮胎 连钉子都没有扎到我的轮胎 很多人都爆胎了 我都没有爆胎 非常平安 演习结束 我的车况超好 结束以后 我们单位还得到一部 发给我们一个装备保修优良奖 对我们还得到这么一个奖 一个一个一个奖励 我还领了红包 然后就把红包给传令了 好 十天顺利结束 那至于这个牌位 为什么三个牌位会被丢个下来 那至于这个老伯是谁 这个老伯伯 这个管理员是谁 后来我跟佛老长 还有跟传令 我们相互研究了一下 心一想 这个牌位为什么丢在楼下 这应该是一家三代的 池塘 那这三个人都不知道多老了 那么那再老也有更老的 应该是爸爸 儿子和一个谁吧 三个人一家三口的池塘 在那边放着牌位 那么人会吵架 鬼说不定也会吵架 可能吵着吵着 这个离家出走了 儿子离家出走跑掉了 那这个爸爸这么多年来 这个鬼爸爸就到处再找他儿子 到处也找不到 那就被我们三个鸡婆的人 生火柴火 差点把他的牌位给烧了 还好眼睛快 把他物归原祖 放回神桌了 所以人会吵架 鬼也会吵架 那至于是老爸妈孩子 离家出走呢 还是怎么样 不得而知 反正家和万事心 人要家和万事心 鬼也要家和万事心 人会吵架 鬼也会吵架 那至少我们这三个 好管闲事的阿兵哥 就在这么阴错阳差状况之下 也让这个 这个阿伯 这个阿伯鬼 鬼鬼阿伯一家人 能够团聚 也算是功德一件 那这个事情后来 我们就跟很多人讲 大家说 超大骗人 我们传递就是说 我真的拿着那个牌位 阿不信下次 你回到这个农场去的时候 你到二楼看看 有没有这个牌位 我们看到是三个 你以后去了 记得要给人家上炷香 可以借助要上炷香 这就是我在这个屏东 水底疗演习所遇到的怪事 我们称之为水底疗撞鬼 这个事情 我很多很多年以前讲过 后来想一想 我在YouTube里好像没说过 所以今天特地来说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鬼故事 水底疗撞鬼 好听吗